泰国被誉为千伯之国 虽清说过太久庙 黑 白 蓝 粉庙 但最近曼谷的一座奇葩 寺庙在微博上火起来 那有人称之位贝克汉姆庙 这里不仅供着贝克汉姆金身 还有各种脑洞突破天际的形象乱入 就问你怕不怕 连成龙的形象也被做成了雕塑 放于此令人大开眼界 这座庙的名字叫贝克汉姆 据说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 而现在的网友却叫它贝克汉姆庙 这是为何 相传几年前 寺庙管理人集风与扩大新建殿堂 增添了一座贝克汉姆的雕像 突兀却又很巧妙地和寺庙融合 让贝克汉姆受到国外媒体的报道 不要以为这是泰国人的恶作剧 剧主持说 这是一位贝克汉姆求尼 所在住的小金佛像 目的是为了纪念偶像 当球员时的英子而已 如果你以为庙内只有一个地方有趣的错 寺庙上的雕塑才真的是蜡眼睛 与传统泰国否刺不同 一般寺庙的屋檐上总 有些传统宗教守护神雕像 意味党杀 但这儿的佛堂屋顶上的守护神 却是来自不同国籍的电影人物 神话传说 动漫人物 亮点不要太多 匹洛曹和有凶肌的米器怎么回事 来自尼宏国的皮卡丘 角落里发现了大力水手 正在自拍的兔子 DC英雄 漫威英雄等米达卡 细心的人才能发现的绿巨人 齐天大圣来意 有了孙悟空呆萌的猪八戒也不能少 我四川的熊猫也南下了 这些穷帕雕塑 虽然看似很没人 从另一方面看却体现出 那泰国人无限包容多远文化的精神 真的是Amazing Talent 没错了 庙外的风景令人大开眼界 庙内的壁画也可以用巧夺天宫来形容 用词器攻占营造出的3D效果 的壁画非常精美 有故事 在佛寺内还有像神功大家参拜 河边的小码头上 可谓大条的浮于基浮 以及为白鸽 有奇葩雕塑 有3D壁画 有鱼味 有白鸽合照 相信大家来这座寺庙参拜 感受一定会有所不同 如何到Wattperit 如果没有塞车 成熟Covid区搭计程车 约100到150株 若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则使Dieto Nancy站 转成BRT到Wattperit站 一出站的对面 即可看到泰式装饰的排门入口 地址 AmiSan Soi30 SoiWattperit Coin & Fongfang Katlanawa Pancourt 目测这座寺庙要火 Coin & Fongètement SoiWattperit O Si ena